用了第二代的藥物 又可以降得更低 第一代大概十幾二十Percent 第二代幾乎都不到十Percent 哦 所以其實它的 效果又更強 對 癌溪胎的抑制效果會更強 那會不會有副作用 因為大家應該長期服藥的人 都會擔心的就是副作用 很多病人都會以為說 我不是用化學治療 我是用標靶藥物 以為用標靶藥物就沒有副作用 這是很錯誤的觀念 所有的標靶藥物都會有副作用 從第一代 第二代 到後來的第三代 通通都有副作用 每一個標靶藥物的副作用都不一樣 控制很好的狀況下 你去停藥 大概有將近四成到五成的病人 好像可以 不用再吃藥 一輩子沒有再復發 但是這種是在一個什麼條件下 你如果真的要停藥 你必須每個月 前面那半年一年 每個月來抽血 看你的癌溪胎還有沒有基因 有沒有復發 一旦看到它復發 要立刻開始再吃藥 所以有將近一半的機率 還是會復發出來 那感覺風險還是在耶 還是在 所以醫生建議這樣子說嗎 沒有在醫師的許可下 那真的不要去嘗試停藥 這我們很忌諱 那剛剛蘇星姐講的 不用叫你蘇星姐 沒關係 如果要怎麼去看這個疾病 有沒有控制得很好 剛剛講過這個是一個基因的疾病 就是酒跟二色 我們很多病人會講叫做肺腸染色體 那這個染色體的基因量越高 那就表示這個疾病嚴重度越高 如果這個基因越來越低 越來越低 那就表示這個疾病的控制得越來越好 我們叫BCR、ABL 這個肺腸染色體的基因的量 定量的這個基因的定量 那如果要跟 知道自己的情況控制得好不好 你可以跟醫師詢問 我這個基因的數值是多少 可以大概知道 這次上次如果譬如說 千分劑就10的-3 那如果是-4更低了 -5就測不到了 如果是-3變成-2-1 那表示這個病又搞起來了 所以我們有時候會看這個指數的變化 問病人你是不是沒有吃藥 如果你說都好好在吃藥又高起來 那表示說你可能有出現新的突變 我要幫你加做其他的檢查 不會說一定要循序漸進說 我一定要一開始就用第一代 然後等到不行我再用第二代 現在你即使把第二代往前用也可以 因為剛剛醫生有講 有些病人同樣是吃這個走標吧 可是有些人可能會惡性化 有些人可能還好 那當中可能有些人就是風險 他們會評估他們的風險的高低 所以針對有些高風險的病患 或許有些醫院評估說 我們醫院有進第二代 那我們覺得第一線就可以給他試試看 就是用這個第二代 那這個情況下也是有給付的 所以無論第一代或第二代的標靶藥物 現在都有健保給付 那這樣子真的病患跟家屬都會比較安心 如果沒有健保給付一個月費用都十幾二十萬 對啊我相信 只要不能停一年下來都是幾百萬 如果吃了二十年之後好幾千萬 真的所以其實我們台灣還是蠻幸福的 這個是有在健保體系當中的 你本來就有毛病在身上了 你再吃一個藥 不要再加重這種這種病發生出來 所以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說病人 我想大部分醫師也會主動詢問 你身上有沒有什麼貢病 有沒有高血糖尿病 如果醫師忘了問或是怎麼樣 可能病人要主動跟醫師講 我糖尿病 我有心臟病可能十年了二十年了 我有中風過怎麼樣 就跟醫師提醒一下 那這時候我們就要請教一下明華該怎麼吃呢 因為其實我覺得任何一個 無論是慢性疾病也好 甚至血癌的病人一定都很擔心 自己有沒有需要注意什麼樣的營養補充 其實剛剛在錄影前 葉醫師就有在聊 其實很多病友都會問說 到底飲食要吃些什麼 說真的其實針對這個慢性 骨髓性白血病 說真的它如果沒有特殊的情況下 其他的飲食就是一般最均衡最健康的飲食 其實就可以了